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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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想解答給網上一些朋友查詢的問題 今個月25日香港政府正式實施 對於工人來香港72小時的限制 而現時業界已經找到菲律賓許可的醫院 做到這個深喉退疫測試 報告也符合香港政府的要求 但是衍生了兩個問題 由於菲律賓醫院做到這些報告的醫院不多 大家旁家都一窩蜂去這些醫院去排隊 引致到一打前就明顯立即上升了 第二就是排隊時間 由早前幾天就能排隊 到現在多於一個星期才能排隊 所以這個時間上也會有一個 即是 疑問吧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機票問題 現時行內都是會 首先預訂了一個SWAP TEST 然後就會再預訂機票 例如今天我們7月31日 我們會預訂8月中的 8月中的星期一做這個SWAP TEST 我們就會預訂星期三的機票來香港 另外也有些網民會問 我可以SWAP TEST OK 沒有問題 之後才當日買機票呢 其實現時今天 我就這樣上網買 買不到 沒有今天的機票 最快都要明天 換言之 其實暫時如果要等到報告出了 即日買機票 暫時還是未成功的 希望我今天解答的資訊可以幫得到你 有些什麼問題歡迎你Inbox我們 我們會盡快解答你 Thank you Bye Bye